大家好,我是阿芳,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阿芳给大家带来一个漂亮的小收纳包 这个收纳包呢,我们可以收纳零钱 可以收纳口红啊,粉饼之类的小化妆品 我们呢,也可以收纳什么,收纳我们的姨妈筋 还有耳机,所以呢,还是挺实用的哈 给大家量一下我这个小包包的尺寸 它的边长呢,是11厘米 还是蛮实用的,然后带口呢,我是这样的哈 勾了两个这样的线圈 你看这个30帧,这个呢5帧 它这样互相套一下,它就能固定 这个,这个长的线圈的长度,你可以自己调整哈 我呢,是刚好,你看,可以这样挂起来 这样如果你出去散步的时候,放钥匙啊 这些零钱呢,还是可以的哈 好的,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吧 好,大家看一下哈,这个 零钱包呢,它是有两片这样一模一样的 单样花组成的 我呢,用到的颜色是霉红 草绿,然后呢 边框呢,我打算用白色的 这个线呢,是两股的开丝米 它是跟牛奶棉 五股牛奶棉差不多出戏吧 大家可以把家里的这个勾衣服啊 什么剩下的零线给它用掉哈 先勾花朵 花朵呢,我这个呢,是锁针起头 一、二、三、四、五 好的,然后找到第一个锁针 把这个线搭过来 引拔 一、二、好 这两个锁针呢,代表一个中场针 然后我们钩针绕线 直接给它穿过来 这就是一个中场针 两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呢 把这个线搭过来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好的 然后呢,在起立针这里引发连接 我们这个线圈可以拉紧一下 好,第一圈那总共十六个中场针 我们就勾完了哈 开始勾第二圈 一、二、三 好,第二针跳过去不勾 我们在第三针上勾一个短针 一、二、三 后面这针跳过去不勾 也就是说这一圈呢,我们是两针为一组 总共勾八个这样的线圈 大家这个线头呢,可以给它压住 三个锁针的线圈,总共勾八个 这就是我们勾花瓣的地方了 大家勾完了要数一下哈,看一下是不是八个 数一下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的,然后呢,在第一个这个线圈里面 我们先勾一个银八针 一、二、三 三个锁针,还在这里再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好,这就是我们一个花瓣的勾法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勾三个锁针,三个长针,这边三个锁针 然后这里引发连接 后面的七个花瓣的勾法都是一样的哈 好,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花瓣呢,总共八个我们就勾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我们开始勾第二层的线圈 大家把这个线直接给它放到这里哈 就是我们第一个花瓣跟最后一个花瓣这个 之间这个位置 然后一、二、三 好 这里 下面一个立柱 看到吧,也就是在两个花瓣之间 我们勾一个短针,然后两个短针之间呢 我们用三个锁针给它连起来 我们总共也是勾八个这样的线圈 好 然后呢,跟第一个线圈引发连接 这个线我们可以剪断了 勾完了以后,这八个线圈就勾完了哈 我们这样把它翻过来 这是我们的正面 然后呢,找到第一个线圈 拿出我们的绿色线来 绿色呢,总共要勾两圈 我们直接把这个线插进去 然后一、二、三 还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 加上起立针总共三个,然后两个锁针 好,还在这个线圈里再勾三个长针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角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角 三长针,两锁针,三长针 然后呢,我们勾两个,勾一个锁针 好,下面一个线圈里面 勾三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就是我们的一组花形哈 后面呢,就是两个这样的线圈为一组 总共勾四组这样的花形 也就是出来四个角,好吧 自己勾 好,大家看一下哈,四组勾完了呢 我们在这里引发连接 看 这个底座的第一圈我们就勾完了哈 总共是四个角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圈 绿色的第二圈,先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在后面的两个长针上 我们分别勾一针 第一个角上,我们勾两长针 两个锁针 两个长针 好,长针上面勾长针 这个我就不慢动作了哈 因为之前都学过了,是吧 然后这个锁针不管的 我们只在长针上面勾长针 大家就自己完成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长针上面 每一个长针上面勾一针 然后在拐弯的地方呢 我们是勾两长针,两锁针 两长针 哈,姐妹们 当然这个边框呢 你也可以拿这个花朵的颜色哈 大家自己决定吧 看,就这个样子 长针上面勾长针,锁针不管它 然后我们在拐弯的这个角子里 这个地方,我们勾两长针,两锁针 两长针 好,我们这两片单用花呢 就全部勾好了哈 大家记住,拿这个线头的位置呢 我们冲下面,然后在对面的这个边呢 我们这里总共是13针 在中间的位置,也就是 第7针上做个解号哈 就这两边都做了解号 我们现在开始缝合 反面,贴着反面,我们在正面缝合 先把这个钩针插进这个里面 一个 然后呢 在每个针目上我们勾 勾一个短针,把两片这样 你看,一起穿过来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正面 用这个短针缝合 这个一针对应一针的缝哈 这样一定要对齐 好 这个线头记得拉一下,拉紧一下 好,然后呢 这个不管它,我们放到反面去 我们在正面这样缝合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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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刀了拐弯这里,我们怎么勾哈 我们到了拐弯这里呢,勾一个 两个 三个,好 其他地方都是 每一针对齐每一针的勾 大家勾到我们做叫的位置哈 就是我们这个 口袋的最上面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开口的位置 到这里停下来哈 我来说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处理 我这个呢,不打算装扣子 我打算就用这个环 勾两个环 好吧 好,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这三条边的都缝完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带口的位置 带口的位置怎么勾呢 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呢,也是勾短针 在每个针目上勾一针短针 好,到了接号扣子里怎么勾 大家看一下哈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 好,还回到这里 勾一个引拔针 好,其他地方呢 就是我们顺着这里勾一直勾过去 好,这边一个短针 这边一个短针 好,这边就是 一直这样勾 勾到我们这边的记号扣子里 看一下怎么勾哈 好,这个记号扣呢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好,回到这里来 还在这一针上 我们勾一个引拔针 看到吗 这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觉得它 短了一点 你还可以加长 我们这个是怎么处理 就是这样的 看 大家如果想 快在手上 你想 快在手上 你就再勾 看到吧 姐妹们 我们这里是十八针 你可以再增加 这个它没有关系的 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好,回到这里来 好,下一个短针上 我们勾就这样 这个零钱包呢 就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两边呢 你想勾花边呢 也是可以的 看,然后从这里引拔连接 然后大家想勾花边呢 可以直接从这里勾过去 我不打算勾花边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 好,记号扣拿下来 我们这个包包呢 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包呢 我是 采用的最简单的方法 大家看 我们多勾几个呢 它就能这样 这样挂在手上 看到吧 你想再勾大一点 你还可以 是不是挺漂亮的 看 好 今天这个收纳包呢 就 全部完成了 大家喜欢的呢 自己动手勾一个吧 我们下集客再见 爱你们